大家好 我是Alison 我是阿靖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香港Lursing Association UK的全新頻道 今天我們的主題又說什麼呢 阿靖 不如我們談談藥餐 因為英國的GP都挺難預約的 很多本地人其實有點不舒服 都會去藥餐買藥吃一下 究竟有什麼藥或者有什麼病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去藥餐 因為藥劑師在英國也是一個非常專業在藥物方面的專家 他們都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輕微的健康問題 他們也接受過一些關於小病痛的管理 所以他們都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健康的建議 而且因為很多藥房其實他們都會開到好夜 甚至乎星期六日都會開了 所以就不用預約又可以直接進去 而好像之前說的 藥房都是有一些私人的諮詢室 所以如果有一些很尷尬的事情 你覺得我都不想在很多人面前說給藥劑師聽 都可以進去他們的私人房 去跟藥房的職員討論 那有些什麼的病呢 譬如喉嚨痛、咳嗽、感冒、肚痛、腰骨痛、眼睛痛 又或者是睡覺睡得不好那些 其實都可以的 大小便不暢通那些都可以 或者你想解煙 或者是有口腔的問題 那些都可以去藥房問一問他們的藥劑師 減肥都可以的 哎呀 適合我們這些私人 減肥 我不是說你 減肥其實很多人可能自己去藥房 自己隨便買一些乘藥 那些如果想多一些專業的意見給到你 那找藥劑師就適合了 尤其是免費才適合 是吧 那如果 但是 如果你吃過藥劑師 開給你的藥 但是 如果發覺 都一個禮拜 或者好幾天 都沒有什麼作用 或者越來越嚴重 那就不要再拖了 那我覺得你就需要去找你的GP幫忙了 沒錯 那除了去藥房買藥之外 那 藥物這件事 對每一個人都是一些很貼心 就是貼心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都關乎到 就是 需要付錢的 那些人 就是 譬如我有病去完GP看醫生 那是不是好像香港那樣 在同一間診所那裏拿藥 那 就這樣付錢給醫生 就有得拿藥 也包了診證費這樣 嗯 那在英國就和香港不同 在英國因為是醫藥分家 所以 當你看完醫生之後 其實GP他們就會處方了一些藥子 然後 他們就會透過電腦 發送回藥房那裏 所以 你自己又不需要去 特意又要走去 同一個地方那裏去找藥 怎樣拿 那其實你要去的地方 就是要去你本身已經選擇了的 那一間藥房那裏 那藥房當時你見完醫生之後 應該他的藥子 就已經到了藥房 所以你說回自己的名字 和出生日期 或者你的NHS號碼 他就可以幫你找回你的藥紙 然後他也可以幫你發送你的藥方給你的 如果是一些重複 例如我三個月之後又要拿糖尿藥 也不需要刻意再去GP 除非GP說你要改藥 否則去那個藥房 他也會幫你再重發你的藥 所以有什麼事情拿藥都是去藥房拿的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處方的藥紙叫做Prescription 另外如果多數選擇GP 都是選擇自己家附近的GP 藥房多數都是選擇你家附近的藥房 其實沒什麼分別的 沒錯 收費都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是經NHS看醫生的話 如果你是NHS患者的話 你的收費一般都是9磅35P一隻藥 譬如你要拿兩隻藥 那就是9磅35P乘二 但是有些人是可以免藥費的 包括什麼人呢 譬如是孕婦 或者是60歲以上的人士 或者是16歲以下的小朋友 或者16至18歲 你又是全職學生的 都是免費的 如果你有長期病患 例如是有些糖尿病 或者是你有心臟病 他們都會免費的 但是這些人士 包括一些傷殘人士 他們要向GP申請一張 醫療病患 有了這個優惠之後 你去藥房拿藥 你出使這張小卡 就會免藥費 我不知道大家 可能有些人 有興趣搬上去斯克蘭 有人住在斯克蘭 就說發財了 為什麼呢 因為斯克蘭 是不需要給藥費的 任何人士都不需要 但是都是有特定的藥 它是有藥的列項 有大多數的藥 都是不需要給藥費的 剛才都說了 可能如果是 你本身是有癌症的 都是可以向GP申請那張卡 那張優惠 就可以拿藥 那時候就會是免費 但是還有其他人士 都可以受到豁免的 長程 這裡我就沒有辦法 講太多了 可能你們要回到NHS的網站 自己看清楚 我們還可以說 有藥房 還有什麼可以幫我們 就是剛才說 如果看完GP之後 我們要拿藥 但是有些可能是 一些緊急的藥 例如 你們突然之間 頭痛 我想買一些PandaDot吃 其實他們都可以幫你的 另外就是 他們都可以幫你處理一些 過了期的藥物 又或者你不需要的藥物 其實他們在藥房都可以幫到你 還有一些輕微的健康問題 或者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建議 原來藥房都可以幫你的 所以其實藥房都挺忙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方便受腳 對 方便過你找GP 因為GP真的很難找 又不用打電話 就這樣走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回自己家附近 究竟有哪一間藥房 是方便你的 還有開門時間 什麼時候關門 就更容易處理 拿藥買藥的問題 是的 有時候有些人可能不方便出街 都不要緊的 其實英國他們都很多上網的服務 一些網路服務 如果你是有些不舒服 你可以登入藥房的網頁 他們的網頁那裡 其實那裡是有一些網路的藥劑師 你是可以問問題的 所以譬如你肚痛 可能你想買一些肚痛藥 你只要打你 有什麼問題 他們就會有藥劑師 服你 幫你配合你的藥 所以是這邊有這邊的方便 雖然找GP不方便 但是有藥房也很方便 好了 今集我們就說到差不多了 如果你們覺得我們的資訊是很有用的 喜歡我們的麻煩訂閱我們 另外 如果你們有什麼資訊想知道 或者有什麼題目想我們說的 我們會盡量找資料給你們 下次再見 拜拜